這個邀委員的答案好像沒有講完 不過基本上來講 桃園機場決定通了以後呢 雙山機場的廢除我也贊同 那就我了解 現在的這一題 在市長給問這個網站 是問這個連勝文先生 所以我們今天很可惜 四位參選人裡面 沒有像有連勝文這樣背景的人 來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想大家都理解 現在的台北 對年輕人確實是不公平 我有兩個小孩 有一個已經進入職場 有一個應該今年就要畢業 那甚至我們事務所的律師 也常常跟我吐槽 抱怨說他們看不到未來 年輕人在台北生活 確實經濟壓力很大 不過台北市政府 不是不能夠提供 這個年輕人很多的幫忙 台北有足夠的資源 確實可以提供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在台北 成立一個台北青年 微型創投基金 來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創業的協助 提供創業的輔導 協助他們進駐 創業的育成園區 我想年輕人應該會很感激 對於想要求職就業的年輕人 我們要透過跟業界的結合 讓市府提供有效率優質的職業訓練 求職跟工作媒合的服務 創造更好的一個工作機會 也提高年輕人的薪資 當然對年幼子女的這個 有年幼子女的年輕家庭 我們要提供價格合一的公共托餘服務 來減輕年輕夫妻的經濟壓力 社會住宅大家都提到了 我想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讓他農現在的五千戶 倍增到一萬戶 謝謝